被指示蘇丹紅幕後黑手的龍海統計負責人李彥廷 日前以80萬元交保之後 檢調因為傳喚聯絡不上開出駅票 但是警方在前一天逮捕她的時候 只出示了手機翻拍駅票的照片 遭到李彥廷的律師指控警方是違法逮捕申請提審 法院裁定當庭釋放 不過李彥廷在今天再度回到地院開生押庭 檢方抗購成功讓李彥廷當場遭到羈押